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打7分了 打7分 10分吧 打10分 孩子好像听不懂 听不懂 10分了就打10分唄 打9分吧 你那一分扣的是哪 扣在我懒 对自己不太满意 花9分吧 扣的一分是什么 公司有点低 8分 8分 为什么是8分 这个经济就不行了 让你们给你们的生活打分 10分是满分 你们打多少分 9分吧 9分 你呢 我也9分 也9分 扣的一分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想找工作也找不到 就是 花的也是父母的钱 然后就是获得快乐 就是7分 我们正在努力的年轻人 满分 找满分吗 有这么好 就是啊 现在 共产党给我们体秀工人多好啊 我现在生活特别好 送完孩子 然后过来转 给我的顾客 就是 寄他们的货 衣服 生意也特别好 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铺装 我心里想我家里的时间 心里想国家的时间 心里想我们集体的时间 啊 就是这么个事情啊 那您觉得现在 国家的事情 自己的事情 社会的事情 您能给多少分呢 10分 这么好吗 好 应该说打10分 应该说打10分 对 为什么打这么高 一点都没有 我是 没事退休下来了嘛 现在我就自己活动 这边很充实 一天安排 几个小时干啥 几个小时干啥 这边就挺 对 未来 很想努力吧 继续努力 未来还想待在新疆吗 那必须的 我们是五母去的吗 也有可能去 那地区发展一下 为什么 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未来比现在更好吧 期望值很高吧 未来我应该感觉越来越好 没有打折扣的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安全 现在越来越好 是吧 这是您的两个孩子 是吧 对 那您觉得他们将来的生活 也会比我们更好的 未来就是现在努力挣钱呀 找个好工作 挣到钱了以后 开个小店 做个小妹妹什么的 然后让父母快乐就行了呀 未来嘛 未来嘛 在未来的事情 现在上了清楚也好 未来也高高信心 国就信了 他们是就是没有赖过新疆 他们就啥说吧 这些都没有这种事情 现在都是自由啊 想干啥就是 只要是合法的就起难 没有没有 民主团结一家亲嘛 对 就是要相互尊重 就有点奇怪 为什么那么说我们呢 你想不明白 嗯 哎 来的就是造谣嘛 他要造捏魔花呀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无端的诽谱吧 他基本上没有来过新疆 他想咋样说咋样说 他这个就是 还有说一个不好听就是捏造 全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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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要讲这些谣言 这是第一人嘛 就是对于中国 对于第一台度的 看不见他们 中国的决情嘛 所以他们 也是我们的诽谣言 和中国的诽谣言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 对于中国的诽谣言 中国的诽谣言 和中国的诽谣言 在北京